12.首次干客 红色方 由于蓝红双方地图不同 处于红色方的要想二级抓上不太现实 因为这种玩法必然要红开 但如果红开上路帮忙的话 对方会有所察觉 打法不会太激进 就算上路不帮忙单人solo 打得再慢也会在1分50秒左右打完 如果直接抓上 走过来最慢也就10秒钟 此之 双方都是一级毫无意义 如果刷完和蟹再来 敌方很有可能已经作严 不仅干客不到 反而会暴露位置 所以红色方不建议二级搞事 与其做没有意义的干客 倒不如入侵野区补一波发育 刷完敌方半片野区再寻找干客时机 如果是蓝开 必然要先控下路和蟹 和蟹打完之后 看下路有没有机会 但双人组一般是不太好抓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干客最好 还是中上两路 打完和蟹大约在2分20 此时再控上路和蟹 然后抓上 这种节奏是比较合理的 但要注意 队友跟不上不能硬抓 强行抓上不仅没有效果 而且会暴露位置 通常情况下 打野区线上是要看兵线的 我们的第一次干客 要看线上情况 线上英雄到达两级 兵线相对稳定 就是最佳的干客时机 成功率比较高 如果刷完红之后 还想跟敌方打野错开 可以直接来控下路和蟹 刷完之后 时间在2分20秒左右 此时中下两路都到了两级 而且按照常规打野的思路 此时要么在中上路附近游走 要么就在野区刷野 这种刷野路线 敌方是不可能猜得到的 所以敌方很有可能不会控线 这个时候就可以抓住机会 干客一波 因为下路打起来是不能停的 打到一半 后撤必然会亏 我们此时去干客 无论如何都是赚的 与蓝色方一样 距离方向还得看刷野路线 学会一种 完全可以举一反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